这个阅兵怎么做出来呢?就是靠这种物质做出来,你看。 你看这样,总求阅兵。 这个小阅兵不能和复杂的破,因为它在做的过程中好妥,好妥妥。 所以你看这个最大的阅兵,国群只能作为一种商店里的这种养品, 门怎么打了不多,那恐怕弄麦得起怎么打了也不多,最流行的就是义锦忠。 义锦忠呢,就是说这个阅兵呢,中间那个,就有一个,一个楼阁,一个苍鹅,一个小土倒游了这种情况,这个庆经。 但是这种大阅兵呢,表现力就很丰富。 你看这个田上阅宫里边的叫光汉宫,里边的高楼打散,那个厅子的脚上还有种。 所以说,我们中国人呢,丰富了乡下,把我们人间生活也搬到了田上。 这些体验了国际古代这个文化艺术啊,把我们的理念,我们的信仰都是天人赫宜。 供应商聚集了,打领了,搅拌了义人,生产这个阅兵末,供应全身。 所以说,因为这场又丰富了图啊,饱含了中秋节的一些系数。 老百姓非常喜欢。 赤阅兵,赤阅士兵,他已经可以艺术化了。 好。 好。